好 我們來看這個 狗狗 媽媽你說牠麻醉嗎 先不麻 禮拜一做核子醫學可以嗎 你有什麼疑問 你問牠 牠會一一清楚告訴你 牠們其實都很關心小朋友 那想說因為牠們這邊很多生病的孩子 可能沒有什麼機會參加做這樣類似的活動 所以我才會想說 就是牠們也是一個過程的一個紀念 走走走 化療很辛苦 我來這裡快半年 不曾看到牠那麼高興 到孩子最後的時刻 該怎麼樣跟牠們談死亡 該怎麼跟父母談死亡 跟談年終 其實對死亡的態度轉變以後 你就會覺得其實死亡也沒那麼可怕 對 所以那時候才會想說 可以幫助我自己也可以幫助孩子 也要怎麼跟牠們 racer 我會想說